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文章是 长大 从哭着看完一部电影开始 一起来听 有人说 电影出现以后 我们的生命比起从前 至少延长了三倍 轩以为然 今年来 没有闲暇总会抽空 温习几部过去的电影 很多影片 初看时匆匆掠过 不见其意 随着岁月流转 剧情也渐渐淡忘 时光在变迁 心境在变化 如今重温才发现 那些看过的电影 一帧一帧 全是现实生活的影子 一句一句 倒进了人生滋味 人也渐渐明白了那句 初看不知影中意 看懂已是影中人 一 那些年 我们一起追过的女孩 不在青春的年纪 终于读懂了爱情 如果当初我勇敢 如果当初你坚持 我们的结局 会不会不一样 电影末尾 柯景棠站在 沈嘉怡的婚礼上 幻想着她在 当年的那次争吵中 承认了自己的幼稚 逝去了她的眼泪 或许那样 现在站在台上 挽着她的双手 发表致辞的新郎 就是自己了吧 这样的如果 在青春结束后的 很多年里 很多人都曾 反反复复地 想过几遭 总有一个人 出现在你的生命中 经验了时光 而后又遗憾错失 后来的我们 终于学会了 如何去爱 但那人早已 消失在人海 无论有过 怎样的不甘 我们终将 在某个年纪明白 年轻时 注定有场徒劳无功 错过 才是人生常态 青春里错过的 那场大雨 后来再下千万遍 也失去了意义 谁不曾疯狂 谁没有遗憾 有些人 遇见就好 有些时光 只适合收藏 只是偶尔追忆过往 会分不清 我们到底怀念的是 那个人 还是当时那个 奋不顾身的自己 二 千语千寻 一次次失去后 慢慢学会了 好好告别 电影里 误入神影世界的 千询 波折不断 父母意外变成了猪 忘记了自己的名字 受众人排挤 被汤婆婆刁难 在他最绝望的时刻 是白龙伸出了援手 并陪着他 从胆怯柔弱 一直走向勇敢无畏 但最后 白龙却没有陪千询 一起离开 只留下一句道别 我只能送你到这里了 剩下的路 你要自己走 初看时 只为两人的离别难过不已 如今重温才发现 他们的遗憾 何尝不是我们的遗憾 人这一生 是万里河山 来往无数过客 少不更事时 总喜欢说天长地久 长大后才知道 永远在现实面前 雷若得不值一提 再怎么无话不谈的朋友 终究要各奔前程 在天各一方中 合成了两条平行线 连朋友圈的点赞 都小心翼翼 我们在一次次失去中明白了 有些路终究只能一个人走 最后在不舍中 与遗憾 握手言和 其实不再联系 也想在心底的远方的那人 道一句 有生之年 有幸遇见 各自安好 三 饮食男女 看过了更大的世界 却怀念家的味道 电影开篇 父亲准备的那场 味蕾盛宴 看得人垂涎欲滴 食欲仔过去 依然记忆犹新 如今细看 一部饮食男女 名里写的是饮食 按理谈的却是家 父亲在老去 三个女儿想远离 维系他们的 是每一次饭桌上 争吵中的牵绊和关爱 王小波在 《黄金时代》里写道 人在年轻时 觉得到处都是人 别人的事就是你的事 到了中年后 才觉得世上除了家人 已经一无所有了 年轻时 我们总觉得世界很大 想要的很多 于是拼命地 想要逃离小家的羁绊 等到越过山丘 猛然回头才发现 我们终其一生寻找的幸福 其实就在回家的路上 外面的风雨再大 打开家门 所有的眼泪和委屈 都有了一个地方 妥贴安放 一输一饭便是幸福 家人相伴 最是安心 四 大话西游 与世界交手多年 终于学会了认怂 大话西游里 最可怕之处大概在于 看的次数越多 有些本该笑的情节 你会忽然想哭 电影里 曾经放荡不羁的至尊宝 藏起了儿女情长 变成了头戴金枯 西天取经的孙大胜 当时还不能理解她的选择 更无法体会各种的心酸与无奈 直到自己 也在生活里摸爬滚打了一遭 失了棱角 没了锋芒 或成了曾经最讨厌的模样 才默然醒悟 那句 你看那个人 好像一条狗啊 说的不止至尊宝 也是你我 就像那句影评说的 人生百年 谁不曾大闹天宫 谁不曾头戴金枯 谁不曾放弃挚爱 谁不曾孤单上路 曾经意气风发的少年 在岁月的打磨和生活的重负下 收敛了脾气 磨平了心性 奔波在城市角落 为了生活一次次妥协 活成了耸子当头 面目模糊的甲乙丙丁 生活 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曾经的豪情壮志 如今 大都消散在风中 大树为救爱人生命 甘愿戴上金箍 我们也学会用隐忍无奈 换家人 安稳无忧 肩扛着金箍棒 走入漫无边际的生活沙漠 一路坎坷 却从未想过回头 五 美丽人生 成为父母后 读懂了父母 也活成了他们 初看美丽人生 曾为主人公的乐观 与浪漫深深动容 后来才发现 这其实是不关于 亲情的电影 猎狱般的集中营里 旅行 玩游戏 正积分 归多 用谎言为儿子 构建了一个美好的世界 在孩子眼里 世界没有杀戮和伤害 只有父亲的笑容和怀抱 即使在被送去枪决的路上 归多依然像往常一样 笑着踢腿 暗示藏起来的孩子 不要出声 影片中一个个精心的骗局 总让人在泪眼朦胧中 想起那些 曾信以为真的谎言 童年时的那句 快吃吧 我不爱吃鱼 长大后那生 我过得很好 你忙你的就行 买了房 想接他们同住时的一句 成立我住不惯 父母习惯用一个个谎言 包裹住自己的脆弱 背负着肩上的责任 砥砺前行 因为爱 他们明明很辛苦 却强颜欢笑 明明很想念 却口是心非 生命是一场轮回 后来的我们 终于在有了孩子后 透过白发和皱纹 读懂了父母的谎言 一回头 木然发现 自己不觉间 也活成了 会对孩子撒谎的父母 六 这个杀手不太冷 看多了世事沧桑 更知众生皆苦 无人关心的杀手 全家被杀的女孩 两人因为种种偶然 共度一段短暂的时光 他们在陪伴中 互相成长 彼此扶持 得到了重生 也收获了此前 不曾拥有过的温暖 是不是人生 总是如此艰难 还是只有童年如此 总是如此 重刷影片 对这段流行 很广的台词 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 成年人的世界 总是崩溃无声 一句众生皆苦 不只是为了 为其身处泥泞的自己 更是提醒我们 能够听得见 远方的哭声 体谅他人的不义 也感恩收获的温暖 生活实苦 但我们总是仰仗 他人的善意 失业时的一声安慰 无助时的一个拥抱 落泪了一张纸巾 足以成为暗夜的光 这些生命中的 每一份温暖 因为它们本可以 不必如此 不要吝啬释放善良 因为总会有谁 能借他走出绝望 活在这艰辛人世 我们一起上路 才不会那么难 七 当幸福来敲门 历经生活的垂打 也在受挫中 愈发生猛 很喜欢一句话 从来没有幸福来敲门 躲过不幸 便是幸福 早遂哪知 世世间 经历了几度起起落落 对影片中的感触 映然深刻了许多 失业 离婚 独自抚养儿子 沦落街头 卖血换钱 靠旧几度日 克里斯经历了一切 像极了成年人 悲欢的合集 落魄的中年男人 不知道幸福 什么时候会敲门 却咬着牙推销 赚钱 再难也从未想过放弃 生活窘迫 压力爆棚 爱而不得 总有一段时光 你惶惶终日 深夜痛哭 怎么也看不到未来 比起那句 没有在长夜痛哭过的人 不足以谈人生 我更喜欢另外一句话 哭着吃完饭的人 是可以继续走下去的 人生几多坎坷 真正的强者 不是没有眼泪 而是痛哭之后 依然铿腔如故 一路狂奔的人 没有一场大雨 不会结束 没有一个冬天 不会过去 迈过眼前的这个坎 你会发现 人生还长 拍拍身上的土 我们又能逗上几个回合 岁月到了某个节点 每重看一部电影 都是温习一次人生 我们是观看者 亦是戏中人 总有一部电影 让我们悔念不忘 我一直共鸣 于是曾经不懂的 经历过 自然懂了 曾经放不下的 终究学会了释怀 曾经忽视了的 如今 学会了珍惜 其实 真正教会我们的 不是电影 而是生活本身 您的后面